骑士1.0时期 詹姆斯干着最多的活 却从没拿过最高的薪水 2005年是德分王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三年级的詹姆斯 场均31分 跟科比·埃弗森霸占德分榜前三 年薪却只有462万 不足科比的一个零头 2007年 23岁的詹姆斯带队打进总决赛 对面的马刺总心金联盟第八 骑士却只排第17 邓肯的工资是1700万 詹姆斯的工资是583万 08年 詹姆斯的4年6000万新合同生效 年薪达到1304万 但球队第一高薪是拉里修斯 这个5年7000万 从奇才挖过来的钱抢断王 到了骑士之后迅速下滑 场均只有15分 却要领走全队最多的1400万 为了摆脱拉里修斯 骑士把他送去公牛 换回本华来世 场均4.2分的大本 薪水却是更高的1550万 0809赛季 骑士从熊路换来小莫 吞下他6年5100万的合同 接着6年4800万 续约巴西影帝瓦来乔 球队新金高居联盟第二 骑士在常规赛 好取66胜 詹姆斯拿下生涯 第一个MVP 那一年 他的薪水是1441万 队内第一高薪 仍然是场均2.9分 年薪1450万的大本 09-10赛季 骑士为了对付霍华德 给了37岁的奥尼尔 2000万顶心 而蝉联MVP的詹姆斯 工资是1578万 拿着球队第一高薪的老鲨鱼 常规赛只出战了53场比赛 场均12分 季后赛也只能贡献13分 五篮板 骑士1.0时期 詹姆斯总共从骑士队 领走7879万 而他给骑士队带来的效益 却是数以亿计 骑士管理层做过太多亏本的签约 他们唯一划算的一笔买卖 就是选中詹姆斯 就是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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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